中国股市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顺势而生 一个崭新的股市电影时代正式开启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 由国内一线知名导演 制片人强大股民战容联媒打扫 总投资预计三亿元 是中国第一部由全股民演员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采用真实K线图 真实股票案例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由股民投资股民策划 真实反映股民生活和投资的电影 第一部以传播正确投资理念 和实战技巧为目的的电影 第一部把故事生活化 生活故事化最通俗易动的电影 股海沉浮首推三部电影 股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股海沉浮二 让庄家落奔 股海沉浮三 股市不相信眼泪 第二中有关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能的内容 均根据黄华七先生同名著作的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落奔 故事不相信眼泪梳解改变 由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担任总策划 黄华七先生 现任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证券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二十多年 黄华七先生讲座风格 通俗易懂 幽默风趣 客观务实 极具欢喜和实战意义 使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达四百多集 公开的网络视频点击率累计高达一亿人词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古海陈伏一》 《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股民演员寒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鸟巢大型投资讲座 古民演唱会电影剧情实景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古海陈伏》首字母拼音加188 凡关注微信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故事剑客 四百集投资实战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股民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技能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一四三二一七 故事黑马 横空出世 一见 定乾坤 喂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 先把本人的这个书籍销售购买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 黄花七先生的系列制作的购买方式 书籍名称 起机创造起机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眼泪 绝密炒股一百招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店名是股市建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拼.抗 然后这个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是微信购买 微信号的名称是 股海城府电影 然后微信号是 股海城府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建客 微信号是股市建客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 就可以购买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建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 3w.建客文化传媒 第一个字母.抗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以及官方微信都可以购买 那么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人性在这个市场当中 不管是政治经济 还是这个股市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的时候大牌莫名其妙就跌了 我记得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这个期货啊 有一天这个这个很多投资者看到了这个窗外 噼里啪啦的这个这个下雨的这个这个声音的时候 突然之间感觉到恐慌就来了 因为这个下雨会导致这个很多这个食品 可能会会遭受这个减产 人而下雨并不代表是全世界都下雨了 整个美国的下雨了 有可能就是直部的下雨 导致人们的一种恐慌心理 人的恐慌 有的时候比经济恐慌更残酷 记不记得这个去年的这个日 这个日本 那是今年吧 今年的日本地震的时候 导致我们国内也出现了恐慌 其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抢盐是不是 莫名其妙的这个盐就被抢够一空了 并且疯狂上涨 现在没有声音吗 有声音发一个一好吧 能听到吧 有点卡是吧 那可能是网速 网速跟不上来 那我尽量讲慢一点 好吧 有的时候卡 有的时候不卡 卡有两个原因 要么是你的网速问题 要么是我的网速问题 都有可能啊 好 今天讲 股市心理学实战系列二 该死的心理账户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的账户 产品油盐酱臭 查 账户是什么东西 本来是一个数字 用来衡量 财富多少的 一个货币 好 这个 现在可以了啊 钱是应用了流通的货币 我们一般认为 相同面值的钱 其价值是一样的 是可以互相替代或者交换的 不管是辛苦赚来的钱 还是轻松赚来的钱 也不管是重将来的 还是减来的钱 钱都是钱 你的一百块和我的一百块 并没有什么区别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吗 人们在获取金钱的过程不同 来源不同 用途不同 他就会给钱贴上不同的标签 有血汗钱 辛苦钱 救命钱 黑心钱 鸭香钱 零花钱 意外之财 非来之财 我们就会给 给钱贴上不同的标签 这不同的标签 即使面质相同 但是人们赋予它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心理账户 什么是心理账户呢 是人们会根据钱的来路 成熟的方式 或者支付方式的不同 无意识的将金钱加以归类 并赋予不同价值进行管理 比如说 你一天上班八小时 每小时是二十五块钱 你一天的收入就是两百块钱 那么你的两百块钱和你捡来的两百块钱 你会先花哪一部分钱呢 你会先花哪一部分钱 现在有声音 有的时候有 有一个人有 肯定是有的 为什么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两百块钱 和捡来的两百块钱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会自觉不自觉的先去花捡来的两百块钱 因为那是捡来的 同样都是两百块钱 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什么区别 这边两张 这边也是两张 你花左手两张和花右手两张 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会认为 这左手的这两张钱是我用一天宝贵的时间辛苦的劳动换来的 而右手的这两张啊 他完全不一样 是不费以摧毁之力捡来的 这个以前老人家经常跟我们讲说捡来的钱要赶快花是不是 不花不吉利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许多的心理账户 我们经常赚钱 赚钱干什么 买房子 买车子 我要今年赚多少钱准备买房子 明年赚多少钱买车子 后年赚多少钱供孩子上学 再赚多少钱供养老钱 这都是你的心理账户 那么心理账户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 心理账户会促使我们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断的去攒钱 因为你有心理账户啊 我买房子需要多少钱买车需要多少钱 送小孩子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孝敬父母多少钱 自己养老多少钱 这都是心理账户会促使我们去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奋斗 当然有的时候不仅不能为我们省钱 很多心理账户他不仅不能为我们省钱 反而会让我们花去更多的钱 那我这里指了一个例子啊 如果你获得额外的奖金200元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发奖金对吧 一旦发奖金很多同事朋友就就开始引红啊 你要请客啊 要要祝贺祝贺一下 恭喜恭喜一下对吧 大部分人获得奖金都要是请朋友吃饭 原来就是因为你获得的这个奖金 可能会比你没有获得奖金的时候 花的钱会更多 你请客吃饭你200块不够 你可能会花掉500块 并且你还花的心甘情愿 花钱买快乐吗 没有获得200块钱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多花300块 对吧 为什么你愿意多花呢 因为这200块是奖是奖励白白了白拿的啊 即使你花了500块你心中想着你有你你只花了300块啊 觉得得了那200块钱的好处 然后政府也是这样 在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国家经常会发一些补贴购物券是吧 这是在08年的时候台湾是搞得最多的 台湾啊 新加坡啊 一些发达国家 政府都会发补贴啊 发个几百一千块钱的购物券是吧 人而这些购物券 你不仅仅是花了你购物券本身的价值 而现实当中你可能会花掉很 比这个购物券本身要多的多的钱 五千里八百块 你可能会花两千八百块 甚至更多 这就是因为心理账户才在起作用 因为这个是天上飞来的 现在很多酒店啊 很多酒店商场经常会发这个 这个优惠券优惠券 这个优惠券那个优惠券是吧 当你拿到这个优惠券的时候 实际上你花的钱将会更多更多 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心理账户 觉得这个钱是天上飞来的 白拿的 你去买东西就等于优惠了 就在那便宜了 而现实就是被这种心理作用 刺激你消费的更多 花费的更多 这里有一个统计啊 全世界凡是中奖五百万元的采明 二十年之后 他们的生活反而不与没有中中奖之前的生活 这个是很奇怪的啊 如果你中奖五百万 你认为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 二十年之后你又会觉得你的生活比原来更好吗 现实不是啊 有的人命都被丢掉了 有的人大手大脚的花 我告诉你五百万大手大脚的花 真的不经花 一点都不经花 我告诉你 当你花出习惯来的时候 二十年之后 你恐怕就没有钱花了 你可以是算一下这个账啊 五百万资金 二十年 平均每一天花多少钱可以花完 这是第一个啊 心理账户 好 主题到我们股市 股市股市中来了 第一个心理账户 就是庄家的钱效应 庄家的钱效应 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啊 发生在拉斯维加斯 叫 传奇睡衣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对新婚夫妻 到拉斯维加斯去斗蜜月 拉斯维加斯是世界上比较知名的赌城是吧 那么这个新郎呢 就到拉斯维加斯去 赌场里面去赌啊 赌这个什么呢 赌龙盘 龙盘上面都是数字啊 然后没几天呢 一千块美金 就输得一干二斤 最后还留下了五美金的筹码作为纪念品 然后一天晚上回到宾馆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这个纪念品啊 五美金的筹码放在这个收装台上面 于是他突然之间来一个灵感 他们引钱似乎给他有某种暗示啊 他说十七十七这个数字一定是很激励的 于是他就穿着睡衣 穿着个拖鞋 又去到了这个赌场 玩这个轮盘 拿着五美金就专门压十七这个数字 第一把压压压压对了 获取了一百七十五美金的 收收益 叫三十五倍啊 然后第二把又压 还压十七这个数字 一下子获得了六千一百二十五美金 然后经过几次几次反反复复 压这个十七这个数字 很快他的利润就达到了两点六二亿美金 这是一个很天文的数字啊 两点六二亿美金 一个很普通的人 获得了两点六二亿美金 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 我要来一个世界级的豪赌 我要把这两点六二亿美金 全部都十七这个数字 如果赢了 我就可以获得六七八十万的 七八十万的 接近百万的 百亿啊 获得百亿美金的收益 就是最后孤注一致 但是 命运并没有那么好 这一次 他没有出现十七这个数字 却出现了十八这个数字啊 所以赚来的两点六二亿美金 所以赚来的两点六二亿美金 为什么他不他不会给他的新娘讲 我输了两点六二亿呢 而只给他讲 我只输了五美金 五美金是他的本金对吧 这是什么样的心理 什么样的心理 嗯 因为其他的钱都是从股市赚 从这个赌场赚来的 他不觉得可惜 也不觉得在乎 如果你真拿两点六二亿美金去赌的话 你我告诉你 你你手都会发赌 所以在股市中 我们都赚过钱 但赚来的钱却 整是很容易失掉 为什么呢 嗯 技术不好 知识不前面 这是知识其中的一个原因 而最重要的 是心理账户才起作用 我们整觉得赚来的钱 是庄家的钱 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钱来认真对待 这是意外之惨 失去了 并不心痛 正是因为这种不心痛的心理 这种导致我们不赚钱 甚至连本金都亏掉了 又听不到了 好 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们赚的钱 究竟是谁的钱 嗯 你在市场上 你在市场上赚了钱 究竟是谁的钱 嗯 散户的钱 自己以前输掉的钱 其他人的钱 庄家的钱 你自己赚的钱 究竟是谁的钱 啊 在牛市当中我们都赚钱 你赚钱 我赚钱 他赚钱 那今天谁 赚谁的钱 啊 甚至不是你的钱 是别人的钱 我们说赚散户的钱不好听 赚庄家的钱比较好听 因为我们经常赚了钱 这个钱反正不是自己的 是别人的 不会心疼 由于庄家的钱 效应心理才起作用 在行情好的时候 越是赚钱的人 越是频繁的操作 为什么越是赚钱的人 越频繁操作呢 因为这个钱 反正是别人赚来的 亏也是亏别人的钱 而赚了就赚更多的钱 越是赚钱的人 越是自以为是的 会加大投资 自认为可以战胜市场 绝对不会见好就收 这个在06年 07年的时候啊 我们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接触太多的 太多的股民了 个个都是股神 你看我用针线操作 我赚钱了 他说我用 KDG指标操作 也赚钱了 他用MSG操作 也赚钱了 甚至 我连这个 我连这个 用这个 轨道线操作 都赚钱了 赚钱的人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自以为是 马上摇身一变就成为股神了 并且整觉得自己就是股神了 可以战胜市场 屏幕不多 跟不上来 要重新登录 我重新登录 这是赚钱的人 尤其是在行情好的时候 赚钱的人 自以为是 可以战胜市场 他不会 建好就收的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赚钱了 后来就变得亏钱了 因为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这种赚钱的人 要么就是朝底 朝底被套 被套之后止损 止损之后再朝底 再朝底 再被套 再止损 反正他这个钱 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的啊 刘士忠赚来的 刘士忠可以亏 所以导致他的资金 不断的缩水 要么是亏损后补偿 要么是越跌越补偿 最后就是连本带利 全部亏掉 这就是为什么在股市中 永远都是 一饮二贫 七亏的定义 我们最终 大部分人都没有赚钱 不是说当然刘士忠没赚钱 赚了钱的 自以为是 自认为可以战胜市场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 在熊市的时候 他照样继续操作 因为他赚来的钱 不是自己的钱 是天外飞来的钱 是庄家的钱 可以随便割肉 那么作为我们投资者 如何克服 庄家的钱效应 首先 我们有业绩归零的心态 什么叫业绩归零心态呢 就是我们每一次盈利之后 在下一次投资的时候 心中要忘记最初的本金 及前面所有的盈利 你十万你赚到了二十万 你在下一次投资的时候 你的本金要想到是二十万 你不要想到我本金是十万 我还赚了十万 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态 去操作的话 你最终会输得很长 把自己的本金和盈利 不要把它分开 你每一次投资 是实实在在的真金该盈 没有什么本金 如盈来的钱之别 把现有的所有的资金 全部要当作本金来看待 如果亏损了 你不要想到我还是赚的 这个人啊很奇怪啊 鸭子死了嘴巴还是硬的 明明亏钱了 他还要说我还是赚的 我今天还没亏钱 我还没亏钱 亏了也没亏 因为他本金比较小 盈利比较多 所以他亏死了 他还在讲我是盈利的 他带着这样的心态 你去操作骨骄 你最终肯定是亏钱的 一定 所以每一次亏损 都要总结亏损的原因 层中吸取叫声 不要认为这一次亏损的钱 是上一次赚来的钱 觉得无所谓 千万不要把赚来的钱 当作无所谓 每一次赚来的钱 我们都付出了 劳力 时间 金钱的成本 不要认为那个钱 是不值钱的钱 那赚来都是血汗钱 这是首先 我们要有一种业绩归零 其次的每次盈利之后 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默空一切 更不能把自己当作股神 和凌驾于市场之上 而要尊重 尊重市场 不断要求进步 市场是损息万变的 深不可测的 很多人在行情好的时候 赚了一点钱 沾沾自喜 自以为是 尾巴翘上天 走路都不看着地下 这是很可怕的 不管你赚多少钱 都要认真来对待这个市场 再次 就是要避免频繁操作 频繁操作 避免频繁操作 是什么意思呢 行情好的时候 你频繁操作 你只会赚一点点小钱 你赚不到大钱 等下我还会讲 为什么频繁操作 赚不到大钱 行情好的时候 尽量看准了在操作 并且持有的时间 尽量长一点 行情好的时候 持有时间要长一点 你才能赚到大钱 而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频繁操作 亏损的却是大钱 行情好 你频繁操作 你赚不到大钱 行情不好 你频繁操作 你会亏得更多 所以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尽量少操作 或者不操作 这样才能做到大赚 小赔 长久的在股市中 生成下来 在股市中 赚钱很容易 但是你想长久的生成下来 却很艰难 你要想长久的生成下来 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行情好的时候 多赚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 少赔钱 那么在行情好的时候 多赚钱的唯一方式 就是你只有的时间要长 你频繁操作 肯定赚不到大钱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庄家的钱效应 再讲一个边际消费率 边际消费率 有很多概念 可能大家有点陌生 但是我们一起 慢慢慢慢来解释 什么是边际消费率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每次中奖一百人 一共中奖一千次 那你就是中奖了 十万人 请问你每次中奖后 怎么取自奖金 你每次中奖是一百人 你怎样去处理这个奖金 你是把它花掉呢 还是把它盛起来呢 如果你不知道 后面你会中一百啊 第一次是偶尔你中了一百 我们就设想一下 设想一下 我们怎么去取自 这一部分奖金 如果你一次 就中了十万元 你又会是怎样 处理这个奖金 大家可以去设想一下 人的心理变化 人的心理变化 有的人说 压上去再重 是不是 大部分重了一百块之后 很快就花了 很快就花了 一百块的很小了 嗯 吃完了 随便花一下啊 毛毛鱼啊 如果你一次性 就中了十万人 这个时候 你会把它吃个网络花完吗 嗯 这个人很奇怪啊 中了一百块 中了一百块 很快就会告诉别人 中了十万块 你就不那么容易 告诉别人了 如果中了五百万 那你就更不得告诉别人了 你会把它 乘在那儿 乘在银行里边 乘得好花的 任何人都不得让他知道 那我讲这个心理因素 是什么意思呢 一百万 对 你老婆都不得说 这个 这是刚刚电视上播放的啊 你老婆都不说 跟情人说了 跟情人可以说 跟老婆不能说 跟老婆说了 万一离婚了 要分财产 是不是 如果先离婚的话 那老婆就分不少 这是刚刚电视上播的啊 老婆都不说 说了就刷兵有矛盾 啊 增财产 中奖不是个好事情啊 多少家庭矛盾 家庭纠纷 都是在中奖上面出现的 好 这里我只是说明一个 一个 赚小钱 很容易花掉 赚大钱 却不拉末容易花掉 因为十万块钱 可以做很 做一些比较 中等的事情出来 啊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如果你买一套房子 需要三十万 一个月月薪是四千人的人 十五年收益呢 可以赚到六十万 你每个月四千 一年一年二十个月计算吧 好吧 一年四万 十五年可以达到六十万的收益 而另一个人的月薪是一万二 三年的收益是三十六万人 啊 买一套房子需要三十万元 一个工作十五年 一个工作三年 中间肯定还有消费 对吧 你认为哪 哪一个人 更有可能买得起房子 我们去猜想一下 是月薪四千的 更有可能买得起房子 还是月薪一万二的人 更有可能买得起房子 有的人说是四千的 可以买得起房子 大家都认为是四千的 更买得起房子 对吧 为什么 嗯 是四千月薪四千的人 舍得花 还是月薪一万二的人 舍得花 大家可以去 赚钱少 没有那么大手大脚 赚钱多就花钱多 你是这样认为的吧 嗯 月薪一万二的人舍得花 对吧 好 我告诉你啊 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一个月你一个月赚四千块 如果生活费是两千的话 你可以剩两千 请问你两千能做什么呢 两千能做什么呢 你什么也做不了 你说我这个 成十五年就可以买起房子了 对吧 十五年太遥远了 时间太长了 一个赚钱少的人 他是很少成钱的 回忆一下啊 回忆一下 请问你成打工那个时候开始 到你突然之间有有钱的那个日子 之前成了多少钱 你靠你打工你成了多少钱 你回忆一下啊 反正我是没成钱的 我每年回去 我这里有个感觉啊 有个感觉 并且日付一日 年付一年都是这样 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 好 有剩下了几千块钱 然后回回到老家 然后这个七个亲戚 八个亲戚 送个礼 抽个烟 喝个酒 然后过完年之后呢 就剩下一个漏费 漏费没花掉就不错了 真是奇怪呀 怎么 一年到头什么也没赚到就赚了一个漏费 对 然后就开始 下令决定 下令决定 势力目标 明年要赚更多 结果明年回去 不仅钱没多 还是那个数 又是几千块 又回去 回去之后又七七八八 又花没了 年数好几年都是这样 没赚钱吗 赚钱了 钱到他们出来了 花了 因为你赚钱的数量太少了 它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不如花掉吧 越赚钱少的人 越乘不了钱 越赚 越赚钱少的人 越乘不了钱 不是说他没赚钱 累积起来也赚钱了 也赚了不少的钱 一年四万块 十年四十万 二十年八十万 五十年两百万 五十年不太容易 按工作四十年吧 四十年一百六十万也不错啊 我告诉你 四十年之后 如果你每个月按四千的收入计算的话 四十年之后 你别说你想买一套房子 你连一个厕所都买不着 买不着 我告诉你 你经历过了你就知道了 越新族的人是不会去成钱的 所以我们现在改为叫 不叫越新族 叫越光族是不是 越光族 如果你每个月赚一万二呢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月赚一二一万二 我节省一点 这个花个两千 我乘一万 一年十万 三年我就可以把房子给搞了 你是这样想的啊 当然特别有钱的人 那是舍得花钱的对吧 不是所有有钱的人都舍不得花钱啊 好 我们来看什么叫兵计消费率 是指你拿到手里的钱所花掉的比例 你花掉的钱 除以你拿到的钱 这中间有个比例 啊 比如说你花一千块 你你你你你月薪四千块 你花两千块 那么你的边际消费率是零点五 如果你花了四千块 你的边际消费率就是一 啊 如果你花了六千块 你的边际消费率就是一点五了 啊 就付 那你就负债了 现实表明 近于心理账户的收益越小 人们越容易花掉 把这个概念先先捋一捋啊 近于心理账户收益越小 人们越容易花掉 这就是为什么越穷的人他越没有成款呢 越富的人他越有成款呢 越穷的人他花钱 他花的多啊 他更不容易成款 也就是边际消费率越高啊 因为所剩的钱不多 起不了什么作用 花掉了也不会太在意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破罐子破摔了啊 而收入高一点的人呢 往往会控制消费 更在乎钱的意义 其边际消费利益会低 越容易成钱 好 来看一下我们股市里面会发生什么啊 在我们股民身上会发生什么 在流市中 记住啊 在流市中 越是频繁 转线操作的啊 越是频繁操作转线的人 赚小钱的股民 平时花钱越大方 到年中的时候 他的账户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的钱 而做中长线操作的股民呢 虽然赚了很多钱 但是平时却更加谨慎 花钱更加谨慎 边际消费力也低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很奇怪的现象啊 我们经常转线操作的人 好 十万块钱今天你搞进去 明天又套了五千块钱回来了 你知道他明天会干什么 抽烟喝酒 王女人 花了 因为他转线高手啊 我今天赚了钱 我明天再次花 我明天赚了钱 后天再次花 可以去调查一下啊 可以去调查一下 凡是喜欢短线操作的人 花钱都比较大方 这是在刘氏哦 我告诉你啊 刘氏里面 做中长线操作的人 花钱反而不够大方 因为他账户里面 他是中长线操作 他的钱是没有轻易 取出来的 而做短线操作的人 他的钱是可以随时取出来的 啊 为什么我今天赚了五千块钱 干不 也做不了什么大事情 干脆吧 吃喝玩乐花了 而你的账户 随时可以取出来钱 你花的就更多 如果你不容易取出来钱 你一直都没卖股票 你取什么钱呢 就算你卖了还隔一千 才能取取钱呢 这是一个心理因素 你们回忆一下 你是做短线的 还是做中长线的 啊 在你每次赚钱之后 你会你 你有什么心理 有什么样的一个消费变化 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在刘氏里面的时候 在0607年的时候啊 那个正传交易所门口 那个餐馆啊 生意特火爆 财业蛋生意特火爆 牛肉面生意特火爆 甚至连小姐店里的生意都太火爆 好 所以在刘氏中 越是频繁操作的人 花钱越大方 啊 我们要想在大牛市当中积累大财富 首先你要学会中长线的持有股票 你赚了大钱 你反而不容易花掉 你每一次赚了大钱的时候 你都会想 哦 这一次我赚了二十万 我想把这二十万干什么 干什么 你会干一件比较大一点的事情 你就不会天天想到是吃喝网络了 我今天赚一个五千 明天赚了一个三千 五千三千来干什么 来干什么 你说我可以积少成多 如果你有这个赚小钱 细水长流的这个思想 你也可以累积到钱 累积到钱 我告诉你啊 而现实大部分人都不是 大部分人都不是 他不会积少成多 只会赚小钱 花大钱 今天赚五千 说明明天就花六千了 好 然后这个 休息五分钟啊 休息五分钟 接着讲下面的玩意儿 好 这个 接着给大家讲 第四个内容 蛇咬效应 什么是蛇咬效应呢 就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减身 即投资者 在多次操作 失误亏损之后 胆量会变得越来越小 操作上经常会犹豫不决 思前享后 一身一跪 举其不定 这种心态 往往会错过 很多大好赚钱的时机 好 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的啊 现在正好是 大盘 交易量非常清淡的时期 我们很多人已经被蛇咬过很多次了 有的人已经发誓 再也不进股市了 陈子 远离市场 请问在刘四初期的时候 都是什么人赚钱 其实刘四初期的时候 成交量也不大 在刘四初期的时候 都是什么人在赚钱 刘四初期很多人赚钱了 什么人在赚钱 新股民 麻木的人 还有呢 搞短线的 搞短线不会赚钱 我告诉你啊 搞短线的永远都不会赚钱 同样现在也是没有人去的交流 刘四初期也没有什么人去的交流 但是 在刘四初期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就赚钱了 是什么人在里面操作了 敢在里面操作了 不是不割肉的 不割肉的 你本身就是亏钱的 你拿来 你拿来钱赚了 庄家在赚钱 庄家在赚钱 好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刘四的初期 真正赚钱的人是刚入市的人 刚入市的人 这是一类人 什么都不懂 就是碰到一个好时机了 他敢操作 第二类人 第二类人 就是前期一直在休息的 觉得机会快到的 这一部分人 也是赚钱的 而真正的在里面平敢操作的人 真正流失来了 他已经不敢操作了 已经被这个市场害得恐怖了 已经达到一种恐慌心理了 套牢的人 他是解套的 谈不上赚钱了 另外一部分是 新的主力资金进去 他是赚钱的 没钱了 对 没钱 真正流失来的时候 很多被套牢的人 要么是套牢了 没钱 而真正在里面操作的 一是新开户的股民 一个是前期休息 很长时间了 看准机会在里面操作的人 再一部分是 机构的 增量资金 增量资金 在赚钱 因为前期一直亏钱的人 即使 即使他清仓了 他也不敢进去了 即使他流失出息 他也不敢进去 因为他被亏怕了 他心里有一种 严重的阴影 所以我们 作为我们投资者 应该怎样克服 谁要效应呢 作为一个投资者 他多次操作失误亏损之后 你首先要冷静下来 休息一段时间 你第一次出手不顺利 第二次出手不顺利 最好建议你不要 继续操作 反思一下 亏损的原因 避免因不顺 而重复犯错 人是很奇怪的啊 一不顺 事事不顺 一顺 事事都顺 你越不顺 你操作 越容易出错误 你越容易出错误 你越不敢操作 你越不敢操作 你就会错过一些 真正来的机会 这是 首先 在你多次操作失误之后 一定要休息一段时间 调整一下心态啊 极致是要判断 大盘的趋势 当你操作不顺利的时候 一定是行情不是很好 一定是行情不是很好 你记住这 记住我这句话 你操作 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三次失败 四次失败 你肯定得 遇到一个不好的行情 你首先要对大盘 进行一个趋势的分析 一个好的趋势 一般赚钱的概率会多一些 如果大盘是上升趋势的末期 或者下跌趋势 立即停止操作 刚才不操作了 等待时机 因为你第一次也操作失误 两次操作失误 说明这个行情肯定有问题 如果是上升趋势的初期 或者中期 是选择安全边际 有安全边际的股票操作 相对比较低位的 一些股票的操作 如果是横盘震荡的趋势 大盘是横盘震荡的 一定要等到趋势明确之后 再决定 是否操作 如果是向下不操作 向上明确 可以操作 这是多次投资失败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很多人亏几次之后 就沉死以后 就炸也 心态调整不过来了 即使日到大流逝 也跟不上来 其实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真正遇到刘氏 刘氏初期来年的时候 大部分操作的 都不是因为亏损的股民 即使他手中有资金 也不敢操作 等到又长高了之后 好 终于醒过来了 刘氏来了 好 又追高了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个 第四点 蛇咬效应 第五点 该死的心理账户 第一 将自豪 最大化 人们在卖吃 获利股票的时候 正是喜欢 分批卖吃 这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如果你一只股票 获利了 你觉得要卖吃它 你可能会分批卖吃 今天卖一点 明天卖一点 后天卖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样可以 掩饰快乐自豪的感觉 如果后面涨了 我还有一部分在里面 我更快乐 如果后面跌了 没关系 我成本很低 我整体上是赚钱的 我也快乐 所以一个人买了赚钱的股票 他会分批卖吃 更有可笑的是 有的人把赚钱的股票 卖了之后还剩一股 留一股 我不知道他留一股干什么 留一股干什么 留一股的目的是干什么 做一个纪念是吧 永远的快乐 永远的自豪感 我曾经买了某一只股票 你看我获利的多少 留一股是有获利的 有获利比例在里面的 获利比例达到百分之好几千 好几万 其实分批卖出并没有什么意义 分批卖出股票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认为他还会涨 你就可以持有 就行了 即使跌了 你再卖也不迟 如果你认为他还会 他上涨困难了 你就可以获利了结就完了 你说万一再涨怎么办呢 再涨也跟你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了 你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我们也不必要去后悔 买股票倒是可以分批买 卖股票没有必要分批卖 毫无意义 第二将痛苦最小化 这又是一个心理现象 投资者在买了多只股票套牢的情况下 要么将所有的亏损股票长期持有 我们打开打开很多人的账户 一看都是七八只十几只 套牢的股票全部有 将痛苦进行道理 都不卖 要么呢将所有的亏损股票全部卖掉 一旦他决定卖 卖是亏损股票的时候 他不会是卖一只两只 会一次性的全部卖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一只一只卖不行吗 因为其中有一部分股票可能会有几套机会的 但是投资者他不会分 不分三七二十一 一旦决定卖 全部清仓 不会选择 不会选择分批卖出 什么原因 因为分批卖出亏损的股票会延长痛苦的时间和次数 你今天卖也是痛苦 你今天卖也是痛苦 卖一只也是痛苦 卖两只也是痛苦 你明天卖一再卖一两只还是痛苦 干脆一次性卖掉 本质是痛苦的 将痛苦可以降到最低点 这是人的一种心理 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 应该把没有解套机会的 解套机会很小的 这有可能继续下跌的股票 这个是先卖的 有几套机会的股票 可以暂时持有 而大部分人做的可能是相反的啊 可能是相反的 亏的多的 油炙 亏的少的 反而卖了 你信吗 所以当我们面临着很多亏损的股票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把这 这不可能解套的 那个先卖掉 亏损多的先卖掉 有可能反弹的 留置 有解套机会的 也可以留置 这是 将痛苦最小化 第三 痛苦的适应性 痛苦的适应性 什么叫痛苦的适应性 我们买入股票套牢之后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投资者痛苦的程度 比较强烈 亏钱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亏钱了 心里很难受 心里越难受 越舍不得割肉卖吃 但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 套牢的股票越来越深 痛苦的神经 开始不断的适应和麻木 人的心理痛苦程度 相反会越来越小 奇怪吧 刚跌的时候 还不怎么痛苦 跌百分之十几二十 很痛苦 刚跌的时候很痛苦 当然跌了半年之后 跌了百分之四五十了 五六十了 还不痛苦了 反而不痛苦了 痛苦已经适应了 痛苦减弱了 什么原因 刚开始痛苦 后来不痛苦了 麻木了 是吧 麻木了 这就是我们刚进厕所的时候 现在厕所不臭了 以前的厕所很臭 刚进厕所的时候 感觉到很臭 在里面蹬一会儿之后 也不觉得臭了 为什么 刚进去的时候很臭 在里面待个三五分钟 人家不觉得臭了 适应了 适应了 人的神 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你知道吗 什么愚蠢的事情 跌百分之二十不会卖 跌百分之四十也不会卖 非要跌了百分之七十的时候 他就卖了 刚跌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觉得 有一天会反弹 是不是 跌时间长了 可能反弹没希望了 是不是 解套没希望了 是不是 所以就卖了 真正的 真正的卖的原因 真正卖的原因 是时间越长 人的痛苦的记忆 会淡化 刚开始 痛苦记忆犹新 那一刀下去 会很难受 知道吧 当时间越长了 痛苦的神经开始麻木了 没那么感觉到难受了 那个时候 很容易卖出股票 那很容易卖出股票 这么长时间 都能够经历过来 说明他是有承受能力的 这是人们为什么 卖出股票之后 股票接下来就大涨了 我们经常在痛苦最小的时候 把股票卖出去 而此时股票一般都处于底部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心理现象 什么时候 大部分套牢的人 神经都开始麻木了 割肉不心痛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 恰恰是 举例建仓的最好时机 举例早不建仓 晚不建仓 早建仓肯定没人卖 晚建仓你不一定建得到了 这是有一个心理极限的 举例什么时候能拿到筹码 当大部分人觉得割肉不痛苦的时候 那个时候建仓是这家时期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时间的 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如果你 如果你 割肉不痛苦了 那么跟你一起进去的人 跟你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啊 大部分套牢的人 他的心态都差不多的 都差不多的 心理承受能力也差不多的 所以很多主力 会利用投资者 痛苦减弱的心理 还达到低位建仓的目的 我们很多时候 股票一卖 股票就开始 啪啪啪上涨 非常神奇啊 非常神奇 有的就差 就差那么一天 怪的很了 你那一股不卖 它就不涨 你一卖它就涨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心理极限的问题 第四 换位思考法 我们如何来克服 心理账户的影响 我们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 好 如果你手中持有一只股票 不管是套牢的 还是获利的啊 当你无法决定 是否卖出时 你不知道是卖了 还是不卖 是卖了 还是继续持有 这个时候 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啊 有一个有效的方法 我教给大家 你可以设想一下 假如我没有这只股票 我现在会买它吗 如果你手中持有一只票 你拿不准 是卖了 还是继续持有了 卖了又怕它涨了 继续持有又怕它跌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换一个角度 假如你没有这一只票 我现在会去买它吗 如果你不敢买 如果你不敢买它 说明什么 如果你不敢买 说明什么 嗯 说明这只票 有风险 如果你敢买 说明这只票 还是安全的 你不必卖它 人是这样 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问题的时候 你的思维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买一只股票 如果你想买一只股票 你不知道是买 还是不买 买了 又怕它不涨 不买了 怕它大涨 这个时候怎么办 嗯 怎么办 同样 用换位思维 换位思考 你设想你有这只票 现在是赚钱的 或者是操劳的 都可以 没关系啊 整治你有这只票 你卖了还是不卖 如果你有这只票 你觉得不卖 可能还会涨 那么这只票 可以买 如果你有这只票 你觉得会回调 啊 你准备把它卖掉 那么这样的票 你不要进去 你不要进去 人站在不同的立场 看待问题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是评价 一个人的时候啊 啊 这个人评价 那个人怎么样 怎么样 换另外一个人评价 他又不一样 是吗 嗯 尤其是我们这个这个 就是找女朋友 找男朋友的时候 经常会自身别人 自身家啊 这个女人怎么样啊 自身一 那个这个女人怎么样啊 每个人的评价 都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因为他站的角度不一样 这时候的结论就不一样 会更加的客观 这是 在我们 在我们 买卖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采取换位的 这样一种 思维模式 这样对 对股票的判断 会更加准确一些 这是我这节课讲的 呃 全部的内容啊 这节课呢 没有这个 股票的主力 更重要的是一些心理 层面上的一些分析 这节课稍微特殊一点点 那么这节课就讲这么多啊 股市建客 联系QQ 2298 132989 2298 132989 下一节课 我们讲 股市心理学实战系列 三 世界最苦的毒药 世界最苦的毒药 是什么药 嗯 下一节课 我们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准时开课 今天的课程 到此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 晚安 感谢观看